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到二十节 找到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 预备起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我 知服是自己的度服 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师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你们在善事上聪明 在恶事与着 赐平安的上帝 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 唯有你的道和你的恩典 才能够兼顾教会 正如主借着基督的宝血 圣灵的能力 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使我们灵魂苏醒 能够走上这条异路 主啊 你亲自继续照着你所应许的那样 用你的道和灵 捷径教会 更新教会 使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 不但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也能够更好的 忠心的去追随主的教宗 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 求主祝福一下的时间 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使徒保罗在结束的问安中 突然插入了一段 非常不自然的 这样的关于假教师的警戒 三节到十六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这都是问安的部分 唯独在这问安当中 插入了这样的 十七节到二十节的内容 从文脉上看 似乎好像显得非常突兀 好像没有那么自然 但是我们 看其他保罗的书信的 这样的习惯来看 结尾的部分 常常 问安的部分 常常带有劝勉和警告 比如说哥林多书信的后面 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十三章十一节 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以赴索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 这样结尾的部分 一方面劝勉的时候 也同时警戒他们提高警惕 提防一些错误 所以整个保罗的书信来看 这种传统有这种习惯 所以因此从这种文脉来看 并不是图我 而且我们看到 罗马书三章八节里面 至少间接地提及了一些反对保罗的人 那里面说到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 在那里面提到 基督徒信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继续活在最终犯罪的问题上 然后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 是强调上帝的恩典 所以很多也谈到了 既然在这么多罪人身上 上帝赦免了 因着基督的缘故赦免了 这样罪人诸多的罪 罪人身上诸多的罪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继续借着犯罪 来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更多的去彰显呢 这些借着恩典放纵情欲的人 故意拿这个话去毁谤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借着我们的恶去凸显神的善 神的恩典呢 这是毁谤我们人所说的 可见保罗当时他和众使徒所传的福音 有一些人去诋毁攻击他们 但是要指出这些假教师 究竟指的是谁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罗马书里面还是其他地方 我们无法准确地分辨 找出到底这些人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在此保罗指 而且在此保罗指是刻画他们 描述他们 并非指认他们 谁谁谁 因此他利用一些现有的那种意象 这种形象这种特征来对罗马人表达 关键性的要点 比如说他们是离间你们的人 而且是自我中心的 而且这里面说用花言巧语 实际就说他们很有口才 有说服力 然后而且教导那个与福音相悖 使你们背乎我们所传的道 所以提醒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要不计代价的 一定要警戒逃避这些人 那到底是不是诺斯底主 诺斯底派的纵欲者呢 有的人认为他们可能是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主义是二元论 基本上二元论 这个灵是善的 肉体是善的 所以肉体犯罪跟灵没关系 灵魂已经得救了 用现在的话 肉体犯罪是肉体犯的 救恩派就是这种主张 犯罪的不是我犯的 那是罪犯的 吃汉堡的时候都是罪吃的 跟我没关系 犯罪的快乐是我狭受了 但是那个犯罪呢 不是我犯的 这种我们看来 似乎是非常荒谬的说法 因为他们背后有这样的认识 是诺斯底派的纵欲者吗 还是主张犹太教化的基督徒 犹太教化 那些基督徒虽然信了 但是他们是犹太基督徒 犹太人嘛 所以他们觉得 基督徒不能寡寿 信耶稣就完事了 还要受割礼 还要受一些节期日子等等 所以特别是关于饮食的礼仪等等 是不是这些人呢 更可能的是后者 虽然保罗上位 虽然他们没有来到罗马 但是保罗的目的不是要 罗马教会的基督子妹 对传异端的教会成员 实行教会的纪律 去警戒他们 责备他们 不悔改给他们出 开出教级等等 因为他没有到罗马 不是这个目的 而是要提醒他们 提防这类的教师 这些人可能在去往罗马的途中 好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概论 然后我们来具体来解释 第一 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 说弟兄们 弟兄姐妹们 表示议题上的转换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保罗的习惯 一谈到弟兄们 他开始了新的主题 话题转换 那这是关乎假教师的警告 虽然看似打断了结尾的问案 但并非与他的 与这个罗马书的文脉毫无相关 当把他从宣教现场的教会的问案 转给罗马教会的时候 保罗可能想到的是那些教会 后面不是提到了吗 众教会问你们的案 当这样转到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到了 这些教会必须面对的教义方面的威胁 他担心同样的威胁 可能也会临到罗马教会 这是早期教会 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从读旧约一样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我们不只是从圣经里面找安慰 去发亮光的话 我们真正认真去读圣经的话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 旧约到信约 那些关乎错误教导的警戒 一帮东方的文化 拜偶像的威胁 违背律法的所有的人的习惯 传统论调等等 先知责备的那些提醒的警戒的 其实很多除了让他们重新重视律法 上帝的话 按着神的话去信仰的同时 相对的一方面 就是他们所处的 无论是在埃及 还更多是后期的迦南地 他们曾经没有赶出迦南七族 所以处在那种混居的状态 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完全 基督徒的独立的庄园里面 虽然当代 现在也有一些欧洲的少些 美国和欧洲 有个少的那些庄园的基督徒教派 他们独自的跟外界不接触 也不上网 也不拿手机 纯粹的农业社会 穿的服装 也是非常纯朴 不是现代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那种生活 好像与世隔绝 不受任何诱惑 而是处在这个世界当中 处在世界当中 难免是要与这个世界接触 特别是包括文化 那种抵挡神的那种文化的 那种冲突 基督教的信仰和世俗的文化 基督教的价值和世俗的观念 基督教的持守和世俗的潮流 基督教的神的教导和世俗当中 一般接受的这种道德观念 生活习惯 众人所认为好的 众人以为对的 众人以为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基督教的伦理 却是非常危险和 不呵护神旨意的 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保罗担心 他们处在那个时代当中 所以先知也好 使徒们也好 包括耶稣也好 他们在不仅正面宣讲真理 真理是什么 你们要怎么怎么的 还有一时候 他常常去用批判那种错误的方法 提醒圣徒们远离那些恶事 真理教导有两方面 一个是教导 还有一个劝勉 教导是告诉我们什么 什么应该是什么 劝勉是顺从顺从 鼓励我们去实践 还有个就是 教导真理是什么 反面还是批判错误是什么 透过批判错误 反而让我们更加清楚 我们应该持守什么 划清界限这样的情况 所以弟兄姊妹在 读新旧约圣经的时候 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 当时所谓的旧约教会和新约教会 他们处在那种 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 所面对的不是生计的挑战 而是信仰属灵的挑战是什么 而先知耶稣使徒们 他们处理很多的时候 处理这个问题 就像一个牧羊人 看见羊群在吃草的过程当中 临近悬崖的时候 去投食 警戒他们 让他们从悬崖边 远离悬崖边 或者是发现狼 接近羊群的时候 然后就用兵器 用甩食器或者怎么样 击打狼的同时 也警戒羊 远离狼 同时有的羊走着走着走着 远离羊群的时候 他们也用杖用杆去圈 让这个羊继续在安全的范围内 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所以在这里面 虽然罗马教会没有 现在没有遇到 但是保罗意识到 他们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提前提醒他们 所以在这里面说 我劝 这个希腊语叫 帕拉卡雷奥 在保罗在 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里面 用不同程度的意思表 使用了这个动词 劝 那在这里面劝他们留意 这个词翻译出的动词叫 Scopel 那这里面是警告的语气 我劝你们要留意 留意就是警告他们要留意 罗马基督徒要留意什么 要注意什么 那些人 那些人 注意这些人 那些什么 造成不合与绊脚石 背乎你们所学之道的人 那这里面用了一个定观词 那些 表示保罗 乃是 想到了一些特定的人群 虽然这里面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人 但是 分明保罗 心目当中是 只 想到了一些特定的人群 当他们来到罗马时 所以让罗马教会的弟兄子们 应该认出他们来 然后 避免他们的迷惑 那保罗对这些假教师的描述是有一些非常一般性的描述 假教师常做的是在基督徒群体内造成不合 但是更严重的却是他们所教导的那些异端的教义 那保罗说到他们是造成那个绊脚石 那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被保罗用来指导致咒诅之危险的属灵问题 那些伴你们脚石你们跌倒 跌倒的意思是导致属灵上蒙受咒诅这样的属灵问题 他不是说哎呀软弱了 我软弱了 跌倒就是抛弃信仰 背离基督的意思 或者是从教义上背离正统信仰 或者是离弃信仰 跌倒了 所以称那些是他们的教导会造成绊脚石 保罗进一步描述此绊脚石为背乎你们所学之道 无论是他们从伊路撒冷时候听见那个福音 还是后期其他使徒彼得呀什么等等 特别是亚基拉百基拉去了以后 他们是热心又明白真理 曾经教导亚伯罗更加明白福音 亚伯罗就很懂圣经了 但是这两口子比他更厉害 去让他更多的去明白圣经 所以这两个非常有扎实真理的热心的夫妇传道人 宣教士到当地的话肯定会教导他们很多真理 包括他们当时可能也流传一些书信等等 我们不晓得 但是总之他们学到了福音的真理 保罗也说 我知道你们 甚至彼此劝勉等等 知道你们在这福音里面 但是还要提醒你们 所以保罗并不认为 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在真理上弱 但是保罗看来他们还有必要 从系统性的 关于福音讲给他们 所以用了罗马书这样的书卷 给他们再次 更深的更广的去讲了 上帝在基督里如何称 罪人为意的这样的福音 那这个绊脚石是令他们违背所学之道的 借此呢 清除表示他主要想的 这个保罗主要想到担心的就是这些错误的 教义他们所造成的危险性 必须有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在这个方面严重 郑重的严肃的来回应 来对付 所以说你们必须躲避他们 避开他们 那么为什么要避开这些教师们呢 保罗提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这些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都府 保罗没有提具体他们讲的错误的教训什么 但是提到了他们这些教师的特征 所谓的服侍自己的都府意思不太清楚 但是在菲利比书三章十九节里面 保罗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假教师 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都府 可是在这节经文里面 假教师的身份就像在这里一样 也是不明确 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但是这些人的教训 和他们的行事的特征去描述出来 那有些学者认为这里 这个指服侍自己的都府 是指贪食好酒 而透过这样的贪食好酒转育 一种贪婪放荡的生活形态 就像刚才前面可能是 诺斯底派的某种忠欲主义者 有的学者这么猜测 可是大多数 然而还有其他的学者 则认为是指犹太人 赋予饮食条例过度的那种倾向 就刚才我们说的可能犹太化的基督徒 不可吃这个不可吃那个等等 就是他们只是服侍他们的都府 结果他们注重的只是在吃等等 有的学者是认为 可是大多数学者认为 这里的都府基本上与肉体 在保罗的著作里面 常常是出现的肉体 所以有的大多数学者认为 这里面的都府是指肉体 同一词 大概相同的意思 那么服侍自己的都府 就是指那些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人的里面 他们提提自己的肉体 或者是第一类 就是贪食好酒 指那种贪婪放荡的生活 和第三类 就是这种体贴肉体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生活 是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享乐 只顾自己享乐 这样的生活 不论如何 关键实际上 它指的是负面 我们最关键的负面是 他们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他们追求这种享乐也好 贪婪也好 放荡的生活也好 个人主义也好 自我中心也好 最根本的是 他们不适奉主基督 那这帮人也是称为基督徒 甚至他们自认为是基督徒 不然的话 他们就不可能去教导别人 对不对 而且他们又是教教导别人的 老师 传道人或者宣教师等等 组长 用现在的话 总之就比一般平信徒 更擅长真理 而且口才也不错 有教导的恩赐 去教导别人的这样的人 但是问题是 他们不识奉主基督 按外表 他们在服侍主基督 是吧 在传道吗 交道吗 到处各处走吗 热心去交道吗 所以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于这 问题就在于这 表面上服侍主基督 但实际上保罗说 他们根本不服侍主基督 他们服侍他们自己的度父 他们自己的私欲 他们自己是他们最爱 最侍奉的这样的状 弟兄姊妹 能感觉到一种氛围了吧 有基督教信仰 先别管是传道人 还是一般信徒 福音就是 让一个人罪人 做主的门徒吗 简单地说 这个门徒不是今天 我们所说的门徒训练 那个狭隘的门徒 活着为基督而活 卑诗在跟随主 生活当中让主做主 愿你的旨意成立在我身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这种被神的灵和神的道 被圣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女 不是参加教会受洗 拿个什么受洗证 那只是作为有行教会里面一个 要和我们属灵实际一致的 外在的一个必要的 牧养的一个过程和手段 治理的方式而已 但如果只是外壳的话 没有内在的话 表面上是基督徒 但实际上 活着根本不是 侍奉基督 这是 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我想为什么保罗没有提具体的教义 其实也没有必要谈具体的教义 可能保罗更提醒的是 不管是他们的教义 其实他们的生活也很重要 待会我们会谈更多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罗马基督徒必须避开这些人 的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们只服侍自己的肚腐 他们自我忠心放纵 他们不服侍主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们诱惑那些老世人的心 老世人 阿卡扩斯 这里是非 这个词本来是在圣经里 非常正面的意思 就像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 称基督为无邪恶的 用了这个阿卡扩斯 但他在这里 显然是有轻蔑的意思 说这些人 老世人的心 这些人太单纯了 思想单纯 天真 假教师来了 他们却分辨不出来 说啥就听啥 结果被迷惑 天真和老实是可以是好事的事情 好的是 但他也可以是 使人落入那些 要利用他们之人的阴谋里面 用旧约里面 真言书里的话 这个就是 这个愚昧人 就是视化斗信 智慧人 是查验谨慎 这就是保罗所担心的 因为保罗知道 这些假教师 善于用花言 巧语来伪装他们的异端 那些不留意这些的人 以及不够仔细分辨 他们教导内容的人 可能就会被带骗 落入最终 所谓的绊脚石 陷入到属灵的败坏当中 灭亡当中 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除了逼迫以外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仇恨神的人 个人个体 或者是政权 或者集团 不断地要消灭 抵挡教会 毁谤教会 教会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 我们刚才这里面都谈了 一个是教义上 教导上的不纯洁 混杂 再就是道德上 这种道德 实际上不是说什么 我们看见的所谓的 这个人挺老实 挺本分 也不去酒吧 也不去K哥 也不吃喝嫖毒抽 是说这个人里面 是不是奉主 世界上有很多大善人 看起来都过得很节制 比基督徒过得都清洁 用钱也节制 也没有七情六欲 也没有各种欲望 活得很高尚 就像在城市当中的 道士和和尚一样 甚至也不结婚 他们没有任何欲望 很满足 但是问题 他里面侍奉的 还是他自己 不是主 基督徒不是做大善人 基督徒的善 是因为侍奉主流露出来的 果子 看起来是好人 但是本质是侍奉主 当教会不再侍奉主的时候 当教会不再追随主的时候 当教会心里面 再没有神的话 心里再不尊主为大的时候 其实就是面临这种 试探和诱惑 保罗说 你们的顺负 已经传于众人 罗马教会 弟兄姊们很可爱 他们听来神的话 努力去照着神的话 去行 这种美德 已经在各地 可能有了一定的名声 所以保罗更加担心 顺从吗 单纯吗 所以我为你们 这种顺从美德 是欢喜的 但我愿你们 在善事上聪明 在恶事上愚拙 什么叫在善事上聪明 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 要聪明 反应也快 但是在恶事上 那些得罪神 违背神 神不喜悦的事情 愚拙反应迟钝 能体会到保罗的意思是吧 你们很顺服 很单纯 但是在善的事情上 神所喜悦的事情 一定要智慧 这个善的事情上聪明 不是善的事情上 该进各样属灵义务的时候 聪明 耍小聪明 就毕掉 不是这个概念 有聪明行善 没有智慧行恶 意思就是 在做善的事情上 积极的有反应 但是做恶的事情上 显得笨笨的迟钝 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 也提到了 说到你们有智慧 这个在旧约里面提到了 有智慧行善 这百姓有智慧行善 没智慧 有智慧行恶 没智慧行善 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丁永姊妹 什么意思在这里 保罗讲到问安的时候 保罗意识到了 现在教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危险 虽然我们可能能想到的 什么犹太主义的基督徒 包括一些早期 可能出现的一些 异端的前身的那样的教导 混合主义 具体什么不知道 但是观念是 有这样的人热心去传道 热心去宣扬 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呢 是背乎使徒 先知 圣经 大公教会 所传扬的 那个正统的信仰 然后具体宣扬的 那个教导是什么 我们不清楚 但是这些教师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们不侍奉主 他们只侍奉自己的私欲 当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了 今天我们在韩国的 中国人教会 其实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要广说异端怎么样 国内教会也一样 我为了了解国内教会 服侍国内教会 总样也会在朋友圈上 一些群里面去了解 如今他们总抓什么 总去到处警戒什么新天地 是新天地很邪惑 就像在韩国 害韩国教会的那个东方闪电和 和一花见证人一样 但是问题是 有些异端很明显 有些异端刚开始的时候不容易分辨 过一段时间批判的文章和 对他的阐述 大家都基本知道了 因为那些异端来了 就像来我们教会 最近不是来了好几伙人吗 总有再伪装 他总有一些假的东西 不自然东西 不寻常的东西 他们的做事方法 再也就是他们的假的内容 所以每一次来了人 我又高兴又担心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 有的时候单独在群里面 跟大家放 千万别加私信 然后过度跟你聊 先观察一段时间 为什么 这是韩国的这种 华人教会这种情况 有很多异端 很热心的人 他们渗透现有的教会 假装偶遇 假装什么什么 然后进去了以后 接待 我估计所有的异端 基本来 咱们教会来一次 就再不来了 正常人来我们这 所谓的正常基督徒 来我们这 听我讲到 也能留下来的 也不容易 更何况异端的 自导没去 一看就没缝插 所以这种异端 很容易分辨 但是还有一个 最恐怖的事情 最不容易查验的事情 就是这些假教师们的特征 他们只是奉自己的 度负 他们不是奉基督 那你就先把假教师的 这个帽子脱掉 想一想 真正摧毁基督教的是什么 比起教义虚伪 教义的错误 这个是属于传道人的问题 传道人讲 教义错的话 他可能会迷惑人 比起这个 更危险所有人的是 只适奉度福 不适奉基督 不仅是假教师 所有基督徒都面临这个问题 你仔细读新约圣经 仔细读旧约圣经 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 其实真正危急信仰的 外在的异端 那个是好排斥 那毕竟是外部来的 或者是本教会里面 出来这样的 我们给他清楚就说 好方便 因为有人持守 有传道人 发现异端一吹号 就拒绝分离 使异端的分子和教会 会众隔离就可以了 要么他悔改 要么基本悔改不了的 就给除教 隔离就好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 形影不离 就是专顾自己 侍奉度福这个事情 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包括传道人 包括每一个基督徒 教会威胁教会的 比起看得见的 亲密獠牙的 错误教导的 旗帜鲜明的异端 更可怕的是 人不侍奉主 人侍奉自己的度福 这个是我们喘气 活着直到死为止 都要征战的 和我们形影不离的 我们内在的旧的本性 现在很多教会 在防备一段 却不防备 自己里面那种 不爱主世俗化 不爱神 只侍奉自己度福 谈教义 谈信仰 谈得都好 但实际生活就不爱主 甚至在教会里侍奉 唱赞美 服侍 执事 长老等等 牧师 讲道等等 圣守主日 外面都好 但是问题是 里面对神冷漠 里面贪爱世界 里面自我重心 上帝要求的责任 和本分的时候 因为不爱神 爱自己 就像今天唱的诗一样 当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你说 主说的 对不对 接着使徒约翰说的 这个是最危险的 是要高度警惕的 一端容易 来一次 有牧师挡着 警戒大家 是吧 就踢走了 他自讨没趣 看着不像被 容易被诱惑的 不容易被诱惑的 有两 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 有坚固的教义 传道人 是吧 如果是迷糊的传道人 他一看 传道人不明白 先把传道人掳了 然后整个教会就 第二个 就是 大家都不冷不热 热心的人 想学习的人 我这有茶经 来了 新天地就这样 喜欢茶经 就来了 给你讲比译 讲启示录 奥秘 好奇 想学真理 对现有的教会的教导 喂不饱 觉得想多学点 就去了 不冷不热的 正常礼拜都 很难持守的 你爱讲讲啥 跟我没关系 异端瞅着都发愁 明白啥意思 拉不走 开轿车来请都不去 所以安全 安真 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开玩笑 不是讥笑大家 真的 现在如果大家稍微热心一点 那样的话 容易受异端的诱惑 国内有很多热心的基督徒 一方面可能是传道人确实装备不足 这是中国的现实 我们又不好责备人家 然后现在网络又这么乱 你又不能说 基督徒不能上网 谁能做到这一点 除非那种绝对像军队训练的 我们统一一致 所有的信徒 传道人讲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整个教会都不接触网上的信息 只听我们自己传道人讲道 大部分的教会都是那样 自己浏览 刷到什么唐宗蓉 刷到什么林茨 刷到什么别的宗派的那种视频 听一听 对不对 这个没有办法管控 靠自觉 国内的就是很多网上异端 也主动 我也经常遇到那个加微信的 加着加着 他也不管你是谁 他们就有那个自信 管你是是不是牧师 传道博士还是什么 发信息 我这有个圣经学习 要不要跟我学 好有底气 是吧 就是那么传 但是这样传的时候 可能绝大部分人不受诱惑 但是总有人回应他们 什么学 发个微信 注目号给你 然后参加就被迷惑 所以对于热心的基督徒 这种诱惑随时在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种 我说的 他们留意防止异端的人 他们却从来很少 重视自己里面对上帝的 唇一的心 爱心怎么样 对付外面的敌人容易 就像我们做传道人 我自己也感觉这样 传道人教导别人容易 传道人防备异端容易 去为别人灵魂警醒容易 但是我们为自己的灵魂警醒 这个其实更难 但是要做 是吧 我们防止外在的敌人 很容易 但是我们里面 还仍然存着老亚当 旧本性 我们里面有私欲 更容易爱世界 这种本性 如果不借着神的恩典 上帝的话 警醒祷告 常常圣徒彼此相交 礼拜等等 去保持灵性的 这种警觉的话 我们里面那种向下 向地狱划脚的那种力量 那种旧本性 更接地气 更亲近这个世界的 那种性情 很难被恩典 约束 更新 克服 以至于让我们追求 向上 属天的价值 神喜悦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更危险 特别是我作为传道人 当你真正明白 基督教的精髓 正统信仰 核心本质的时候 观看现在普遍的 华人教会里面的教导 他的 教会的牧养 的时候有一个担忧就是 大家玩得都很好 热心去教会 有些人不愿意来的 无所谓 但是来了 但是大家的关心都是 不在基督教信仰是什么 都是关心 今天这个临时是什么 今天这个有没有意思呀 然后来教会 一块见了朋友 聊聊天 很开心 分享一下生活 然后也行事的去 学点什么program 学点什么 这个什么 其他的那些教材等等 但是骨子里面 基督教的精髓 深度 不知道 骨子里面 我们本性里面 一些需要挑战的 要去戳的 要悔改的 那个部分不触及 所以大家来教会都好吗 那个好不是因为 真的蒙恩了 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悔改 我发现了基督 是拯救我的 唯一的救主 我在他里面 可以做新造人 虽然我在顺从神的事情上 要痛苦与罪恶挣扎 但是我知道 主与我同在 给我力量 我可以做到 即便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跌倒千次 百次万次 但是我仍然可以 主不抛弃 我继续向着那个 完全可以追求 不关心 都是基本上围绕着 我们自我中心的舒服 自我为中心的那种 享乐 讲到有助于我正能量 为我人生奋斗目标的时候 哈利略阿们 牧师今天讲到真有恩典 讲到让我们悔改 放弃自己的骄傲 和自以为是的时候 心里就堵的话 是讲得太负能量了 传播 那个叫忧虑 国内很流行的这个语言 你只能说正面的话 不能说负面的 批评的 一什么什么 我们那个之前不是那谁 典型那个例子 就是科技也很活那个 是吧 然后别人就说 他感谢这个他 这个吹号的人 让我们知道 还有人就说 这个人传播忧虑 那谁那样 是 但是你说实话 人就不愿意接受 人知道这实话 但是知道了这些 更忧虑了 没法吃了 明白什么意思吧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面临的危险 他们这些假师傅 是有假教训 但是保罗没有提 这个假教训的内容 却说到这些师傅们的特征 这些师傅尚且如此 你想他们能够讲的教训 能够把你从这种 作为中心里面带出来吗 不可能 基督教如果只是来满足人的私欲 满足我低级的需要悔改的 那个人生目标和欲望的话 基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了 最诡异的不被定罪的异端 甚至是异教化 拜偶像式的那种 非基督教的基督教 最恐怕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流行的基督教 大家都两天 某个大型教会也这么搞 那就正统嘛 人家不那么搞 人多成功啊 你就那么几十个人 你说你正统 人家那么大 所以有神的祝福嘛 所有以量化的都那么认为 你有神的祝福嘛 所以才那么大嘛 那大的地方多了呢 世界上基督徒是小数 那不信的人 那更蒙神祝福了 对不对 巴比塔世界 那个聚集在那里多少人呢 就是基督徒 没有真理作为分辨力 以量来 成功就是英雄 你看他成功了 管他是新使徒的招数 还是什么其他成功神学 总之就成功了 大家如果学了神学 学基督教历史的话 就有很多 如果基督教渐渐的 有些人数多是神的祝福 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 那里面满足人 特别是我们 你们可能不会解释 我是研究过这个 涉及到一些领域的 比如说教会成功 教会成长 包括基督教历史 某个时期为什么 包括复兴运动背后的因素 什么 不管是属灵因素 那个时代的文化 经济 社会结构怎么样 为什么造成 你今天再搞出一个 爱的教会那么大的 不可能 韩国教会 大型教会 美国等等 那种大型教会 它有它特定的社会状况 人们的心理状态 那个时候 包括神的座位等等 都有关系的 你在复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种 所谓的复兴运动里面 总要警戒的 就像爱德华兹所警戒的一样 里面真的信仰有多少 你管看见了大人数多 但是这些人里面 有多少真正侍奉主 委身给基督的 我们不说什么大型教会 都不侍奉主 没那个意思 但是今天已经被大型教会 主导的那种代表基督教信仰 那种所谓的正品 所谓的名牌 一看见 你看人家都那么干 所以那就是教会 基督教应该有的样式 那就是正品 所以我们不跟着 我们就成为次品了 我们就成为伪劣产品了 教会的讲台的信息 牧会的方式 等等 这个都那样 为什么不让大家去参加 这个所谓的 查斯塔呢 我也参加 我在国内就喜欢联合 南北方各个团企都交流 家庭三字都交流 我比你们更有国度的一些 但是刚来韩国的时候 10年7月份吧 是9月份参加了什么神学联合会 后来这个神学生联合会和在韩 亲友会联合了 被某个教会现在变成某个教会 表面上原来是一起这个 这个有共同会议的 管理委员会的 有各个学校 神学院会长 学生会 轮流做的 后来渐渐的变成某个教会特殊的 他们自己独占的 所以所有的同工不是大家一块商量 神学上共同商讨请哪个讲员 然后变成某个人主导的了 主要是由某个教会的资金支持 这个还次要 更次重要的是什么和神毕业的 总神毕业的 他们根本不谈神学 不谈信仰 不谈神学意思就不谈信仰 然后请的讲员从台湾 有一年我去了 那年咱们也去了 咱们中文部也去了 花了将近一百万 每个学校 每个教会要汇费 那个时候十五万是十万 每个人还要拿五万 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 我去的目的 不是指望他们讲什么恩典的内容 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些讲员 从台湾一些什么灵派 福音派一些东西来讲 讲肯定讲不出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的道都在网上可以听到 然后第一点是这样 第二我就抱着行的 我们教会不能弟兄姐妹 跟别人教会交流交流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神学金友会的时候 是各个寝室都各个学校混在一起的 所以能交流 现在渐渐的各个教会自己一个路 现在年轻人不太愿意跟生人在一块 所以那种交流又没有用了 讲台又没有用 然后结果去看了赞美的灯光的 然后讲的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你们如果觉得哇真好有恩典 气氛好的时候回到你那个自己的教会 然后你就觉得我们教会奇怪不正常 明白啥意思吧 牧师不让你们去的原因就是这个 你们如果有分辨力 咱就去这个仁德院那边 那个新天地那个圣经班去参加一下 看看他们到底讲什么 关键大家没有那个分辨力 一讲就被大家 老师的心就被人忽悠走了 明白啥意思吧 今天基督教所谓流行的大型教会 所代表的基督教信仰 已经开始偏离纯正信仰了 那个基督教我们应该信的重点和焦点 是什么开始模糊了 别的东西 皮毛的壳的东西开始变成重点了 明白啥意思吧 基督来了反复强调 若有人不背自释迦根说 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什么叫信仰 什么叫信耶稣 教导人做门徒 这是本质核心 认识基督是谁 福音是什么 如何去追随他 其他的所有都是为这个效力的 但是现在教会呢 福音不懂 你让他讲也讲不清楚 真的 我见过很多总神的前辈 包括和神那些 很多人误以为牧师是不是社交型 不是社交型对 但是牧师绝对不是自己玩 自己不跟人接触的 我不打电话 也有很多人经常联系我的 什么意思 有些东西跟他们交流 发现他们真的不知道 不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他不讲 第一方面他不知道 第二他也不知道那个价值 第三让他讲 他也讲不清楚 所以只能讲 他们能讲的吧 然后教会的水平 就按照他那个水平 就限定了 因为你们对信仰可能不是太关系 所以听了这些东西 可能还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文化 基督教圈的文化 你要学什么 有很多离开我们教会的 神学生要去实践 这个我理解 毕竟他要生活 到哪个教会 自己在这里有牧师在 他如果独立的时候 他可能有着锻炼的机会 但是有些人 我是不愿意放走的 因为他不是锻炼 你是霍霍别人信徒 你自己都不明白 你去当了领袖以后 你去霍霍人家 神学生为什么让毕业了神学 以后再让他进入服事 正式给他职份 那是必修的过程 最起码有一些概念 对不对 没有福音的内容 让他天天去讲道 去探访服事 所有的活都可以做得好 但是关键讲道就讲不好 所以今天面临教会的危机 比起外在的异端 更可怕的是 人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什么 因此人过着信仰生活 却还继续活在 那种舒适的温水区 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服事的不是主 而是我们自己的度服 作为牧师站在讲台上 站在这个位置 看到这样的会众的时候 心很痛啊 真的 如果你花一生 去陪着这样的人玩 你都觉得你活得很失败 你要没讲可以 讲了真正主的羊 听主的声音的有多少 你说你传道人假不明白 可以 你继续活着那种 懵懵懂懂的 自我满足的 挺开心的生活 觉得自己信仰挺平安的 比不信的强 但是问题 传道人把道讲了 仍然固执的 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面 然后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 什么叫基督徒 做主门徒 这个不是拍什么 一对一门徒 什么福音桥训练 然后才成为门徒 听主的话 遵属主的话 愿意否定自己去追随基督的教训 去生活 这是基督徒 门徒 信徒 圣徒 的生活 但是问题 现在教会开始非基督教化了 有宗教的生活 有宗教的形式 但是没有实质 这个不比异端更邪乎吗 更危险吗 还需要什么异端来勾引我们 我们自己就拥抱这个世界 拥抱自己了 我们自己的神 就是我们自己的度负 自己的私欲 所有触及到我的利益的 都恨 都讨厌 所有支持我 赞成我的私欲 让我更向着我的人生目标奔跑的 那就是好的 那就是福音 这个不就是在篡改概念吗 把基督教变成非基督教的 然后去活在基督教的外袍里面 这个和跟拜偶像有什么区别 是吧 弟兄姐妹 我们软弱这个事 当然软弱 但是如果你真的心里面经过神的恩典 经历过神的恩典 认识神的人 谁愿意过这种 继续活在肉体的里面的那种生活呢 如果真正有恩典的人 过这种生活 自己会叹息 会愁苦 看到自己软弱 觉得自己太败坏了 是吧 痛苦 自己责备自己圣灵 对于那种自己的罪会有感觉 他不满意自己这种信仰 为什么这么软弱 为什么这么爱不起来 站立不起来 是不是 哪有还在那天天乐颠颠的 然后觉得自己还挺好的 哈利路亚 每周来礼拜 然后你看 我这个事情还基本一切都顺利 上帝肯定爱我 不爱我的话 怎么会这么祝福我呢 没有福音的真理 他就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 人用自己衡量自己是不衡通的 除非有比我们更高的 外在的客观的标准 讲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我自己有差距 律法那种完美的标准 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 同时也告诉我们自己软弱 我无能顺从律法 所以我们要求神 主啊撕裂衣服 撕裂心肠肺腑 主啊帮助我 让我能够照着你的命令去活 才有这种痛苦挣扎 真正基督徒里面会有痛苦挣扎 经历过神甘美的人 发现自己现在这么软弱 里面郁闷沮丧 忧伤不喜乐 他会觉得不正常 所以比起异端 我们里面这个不侍奉主 只侍奉自己的度福 只追随自己的私欲 这种危险比异端更恐怖 异端来教会迷惑你 离开就离开了 但是这个爱自己度福的这种本性 你睡觉的时候 他跟你一块睡 吃饭的时候一块睡 你去旅游的时候也一样 你走到哪里 他都不离 形影不离 我们如果不在真理和圣灵里面 保持惊醒 就像大卫所说 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 上帝当然知道我的心思了 试炼我 目的是让我知道 我里面有什么 光照我 使我知道我里面的恶 知道自己里面恶 才有可能悔改嘛 连自己里面问题都不知道的话 怎么去悔改 怎么去问题解决呢 对不对 我劝你们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侍奉我们的主基督 只侍奉自己的度福 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 这个时代的教会里面 宣传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服役 但是你仔细听 为什么叫留意 刚才我们也讲了 留意他们的教导 到底导向什么 除非你对真理有很高的 这个精准的掌握 不然都很难区分那种 似是而非的教导 有些教导好像对 没什么错 但是最终导致 人专顾自己 人以自我为中心 人不再面对自己的罪 人开始过一种 满足于自己现状的这种生活 是挺平安 双一号 是挺喜乐 双一号 但是是跟主没关系的 继续活在自我里面 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 这种非基督教的基督教生活 不比异端更可恶 更可怕吗 所以任何时代 比起外来的敌人 当然一端一方面是外来 另一方面是内部的 比起外在的逼迫 刀枪 棍棒 杀害 包括世界的邪恶 但问题是我们里面 里面如果清洁 里面如果警醒的话 我们会与之征战 拒绝他们 如果里面昏睡的话 或者里面没有恩典 或者是压根就不爱主的话 不侍奉主的话 那理所当然的 就是我们外表是基督教 基督徒 甚至我们教导的 似乎是基督教的道理 但是实际上 没有办法促持我们去侍奉主 无论以后 这个某牧师继续在这里 不在这里 不要乱猜 但是以后 无论我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大家也永远不可能在这里 有时候回国等等 去哪个教会 一定要找那些讲真理 认真教导真理的 诚实讲真理的 有的传道人知道真理 但是不敢 为什么 你诚实讲出来 别人会恨你 生气 会离开教会 甚至会误解你 但是传道人的存在 不是为了取悦会众 传道人的存在 就是为了会众的利益 上帝才花那么代价 放在这儿的 对不对 让一个人脱产 可以专注研究神的话 去讲神的话 吹号了以后 这个站在城上的那个警卫 看见敌人进攻了 是要吹号 警惕 城内的睡觉的那些百姓 对不对 好来做对应 这就是守望者的 中国的尼托圣 他的名字 英文名字叫 watchman 你 watchman的意思 就是守望者 警醒的人的意思 他可见他的那个 闪现 比如说他的神学 他的心意 追求的是什么 作为先知 重要的就是守望 按着神的旨意 去警戒 以西接受里面 该警戒的警戒 该勉励的勉励 该鼓励的鼓励 该教导的教导 该责备的责备 一个传道人 如果他不明白神的话 不忠心教导神的话 他已经不适合在那个位置上了 因为所有会众的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圣经 但是问题会众 虽然现在很多神学书籍 都可以买自学 但是毕竟上帝装备传道人 仍然比一般信徒 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 要警戒提醒信徒 对不对 但是不提醒的时候 就变成先知书里面 所谓的哑巴狗 贼来了 该叫的时候不叫 人都说你好 捞好人吗 哎呀这个牧师真有爱心 从来不说这个硬的话 是 看着你灭亡 也不敢置身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的基督教 渐渐地开始非基督教化 这个很危险的事情 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学什么 要学真正福音的真理 这个福音不是说简单的 什么耶稣上次 我们学基督教要义 我们这次的承导会 讲的连续的这个道和我的关系 这即使都是福音的核心 好像好像听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办法激发我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 你要不知道 你说你是基督徒 那个就很奇怪 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连你信的基督都不知道 基督的心意 基督的恩典和功劳 如何成为 我都不知道的话 这个就很悲惨 我们所有的生命 得胜的根基 都在他那里 但是我们却对此不关心 很悲惨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说 我愿你们 这些假教师 不一定 当然这里面的是异端 传异端 让密王 我们应用到现在的话 现在很多牧师 我不敢说 他是假教师 异端 按公开的告白 什么合同派的 我们爱的教会是合同派的 我不说爱的教会 那个汉族教会牧师 怎么怎么地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整体上粗略的来看 很多正统教派 毕业的牧师 他们讲道的时候 里面也几乎不讲 基督教的精髓 自以为聪明地去解释圣经 讲一些所谓的教导你 听了好像很直观 我好像马上能实践 但是基督教历史当中 所产生的众多的信仰告白 信条 信经 教义 不假 然后我们自以为是的是 把我自己理解的基督教 跟你讲 讲我个人的经历 感受 理解的福音 我的理解能比过几百年 几千年人 比我们更敬虔 更懂圣经 更爱主的人 他们一同 众人 总结的基督教 更丰盛吗 不可能 所以不教导这些 信徒也就 我自己无知 信徒也无知 然后信着基督教 不知道基督教 到底信什么 往往这些教师 他们善于讲话 花言巧语 你自己可能很难分辨 问题是 他诱惑那些老实人 当然这里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那些 就缺乏智慧的人 不是那个称赞的老实人 是太单纯了 容易被骗 这是所有信徒 虽然有差异 所有信徒的特点 就像绵羊一样 那个广低着头去吃草 它方向性弱 警觉性弱 所以需要牧者 牧羊安全帮助 普遍的信徒都这样 相对再坏的 这个信徒 也是相对比较单纯 对迷惑缺乏应用的 这个警觉力 再加上这些假教师们 花言巧语 把基督教解释的 好像那么对 我经常也遇到 这样类似的教训 网上流传的 听着好像有道理 但是总是掺杂一些 危险性的东西 渐渐地把你的目光 重点给掰歪了 异端不只是 不是所有的教导 都是错误的 百分之八十都对 但是关键的一些东西 把你引到是歧途 所以叫异端 不同的终点 引向不同的终点 你仔细讲 它到底把我导向 神的面前 还是导向别的 它鼓励我 以自我为中心生活 还是让我舍己去 伪圣给基督 那个教导最终促成的结果 最终带着哪个方向 你就发现 他的花言巧语 原来是迷惑 迷惑我们这些 如果是单纯 没有分辨力的人的话 很容易 所以保罗担心 问着问着 安那时候想起这个事情 就跟他们讲 不认不失的 也没去过罗马教会 操那份心呢 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不得不操心 是不是 他的职责使命 存在的义就在那里 所以他也关心他们 恐怕他们被迷惑 陷入到那种迷惑里面 所以他说 希望你们在善的事情上 聪明 在恶的事情上欲读 然后他就说 愿赐平安的神 那个真正的平安 从上帝来 赐平安的神 快那位赐平安的上帝呢 就赐给我们赦罪 因着基督的宝血 在基督里面 我们享受与上帝和好的 那个沙龙的赐给我们那种 因着基督的血 与上帝和好的那种 平安的上帝呢 他快要将撒旦 建在你们的脚下 这是一个应许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 说到女人的后裔 要践踏蛇的头 而这个践踏 他最终极成就在基督的身上 基督在十字架上 虽然受了伤 蛇咬了他的脚跟 但是他最终击败了撒旦 而这种得胜的最终的 完全的成就显现出来 是在基督在灵的时候 那个时候撒旦彻底被 撒旦和撒旦的使忆 什么提述里面说的 寿啊 三 是吗 寿等等 所有撒旦 追随撒旦的那些人 不信上帝的人 都一同在地狱的火壶里面 硫磺火壶里面 永远受刑犯 那个时候彻底的被 践踏在脚下 彻底的 最终的 那个得胜 所以这句话 不是那么躺平的人 我们基督徒 常常利用应许的时候 常常误用应许 既然上帝 一定会保守我们 这个得胜 那种只相信预定论 不知道别的人 就说 你看我们躺平也是 最终上帝一定会 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躺平吧 这个和 犯罪让神的恩典显多的人的 论调不一模一样吗 这个话是对那些努力警觉 努力遵守神的话 按照神的警戒去警觉 按照神的应许去 努力去 提防异端的人 去对他们的安慰 放心 你们现在征战很辛苦吧 面临这样的危险很辛苦吧 上帝确保你最终得胜 不是给那些懒惰的人 不追求的人 说你看 救恩是永远稳固的 上帝最终会得胜 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应许是给那些 真正信耶稣的人 属神的百姓 听了神的话去 积极回应的人的 一种保障和安慰 你们虽然征战很辛苦 但是最终上帝一定 会确保得胜应许 这是基督 三一上帝做成的工作 那看了这个话 总之主一定会来 我信了 已经上天堂了 救恩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也不必要过 敬虔的生活 成圣的生活 努力的生活 在网上有太多 这种改革宗的 所谓的相信神 绝对主权的 只教导一半的真理 圣经里面 绝大部分的警戒 劝勉鼓励的话 都不敢讲 也讲不清楚的 这样的人到处去发 一半的真理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人 我就警戒 他发的那个容是对的 但是如果按照他的理解 是错的 为什么 他只注重这一方面 他忽略了上帝 对我们 我们要积极的 努力的征战 特别是这个 对那些征战的人的应许 启示录也一样 那些忠心追随基督的人 不向世俗妥协的人 上帝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 不是给那些贪爱世俗赚的 全世界 却不顾性命的那些人的 最终的应许 所以读经的时候 总是读篇 然后最后 他就一个祝愿的祷告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偿 与你们同在 这个就不多解释了 总之呢 重点就是 我们要留意 外在的异端 很容易分辨 但是更恐怖的 那种 让基督教不在基督教的 那种危险 只是奉自己的度负 不是奉基督的那种信仰 那不是基督教 所以我们要警觉 那个情况不是在外面 是在我们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 牧师也一样 时刻警惕 我是不是在 侍奉自己 不侍奉基督 所有基督徒 都要一生警觉的敌人 好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交通 与所有的听了神的话 被提醒 从而警惕起来 靠着主的恩典 过一个真正 侍奉主的生活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 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